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我们开始 我们有个祷告 主啊 我们谢谢你 为着每一次这样子的聚会 我们都感谢你 你常常用你自己的同在 用你丰富的恩典来满足我们 来祝福我们 主啊 何等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更深的爱你 也愿意把我们这一生更多的奉献在你的手中 成为你恩爱的标本 成为你祝福的出口 更是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今天先跟大家抱歉 本来我们的schedule因为考虑到 不同的课 不同的聚会的需要 所以本来以为今天是没有课了 但是因为我们中间插进了一堂 要被圣灵充满多家的一堂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聚会往后移 那今天呢 是第二个阶段被改变的生命 这transform life或是这changed life的最后一堂 讲到成为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那么下个礼拜我们还是有分享回馈 那么到今年的最后一堂我们就没有nd了 明年的第一个礼拜也没有nd 明年的第一堂是新年特会 所以我们年底年初会停两次 这一次讲完第二阶段的最后一题 下个礼拜大家分享 然后我们nd就暂停两个礼拜 然后从一月中我们再恢复 跟大家简单讲一下 那么今天这个成为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这个题目是整个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讲到被改变的生命 对不对 整个成为门徒最重要的意义 就是叫我们被改变 让我们这个人跟主之间的关系被改变 那么更重要的也是我们的生命被他改变 这transform life或是这transform relationship 让我们跟主之间有真实的关系 然后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向主 第二个阶段是讲被改变的生命 所以整个生命被改变 被改变到最后的目的就是要向他 所以我们今天用的这个题目叫做 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成为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这个题目其实是很大的 我在同工退休会的时候 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 你说我们一个得救的人 我们基督徒在主的面前 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身份 我们最容易明白的是什么 蒙恩的罪人 我是个罪人蒙主恩 我们很容易明白的 我们是蒙爱的儿女 对不对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 让我们得称为祂的儿女 我们也真是祂的儿女 这是一个伟大的爱 祂不光救我们 祂认我们做祂的儿女 然后是蒙召的祭司 君尊的祭司 被召出来 成为君尊的祭司 来侍奉祂 终身势力在祂面前 这也是很荣耀的身份 讲到我们是十家的金兵 基督的金兵 为主当收酒 为主属灵征战 还有什么 考大家大家都不讲话了 我们还有什么身份 我们是中心的管家 神把很多的时间 财干 金钱托付给我们 把孩子托付给我们 把恩赐托付给我们 我们什么样子在主的面前 能够成为一个中心的管家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 你可以这样继续讲下去的 那么在所有的身份里面 每次讲到成为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这个是让我最感觉不配的 我不是说其他就觉得配 没有一个配 罪人没有资格蒙恩 我凭什么蒙爱呢 我凭什么能够成为君尊的祭司呢 每一个都是不配的 勤劳的农夫 虽然我也要勤劳被称为勤劳的农夫 可是仍然是不配 所有都不配 但是讲到成为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是让我最感觉不配 另外一方面 也是我里面最感动 最激动的 怎么可能会成为他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他救我 我能够明白 他爱我 我能够明白 他招我 我还能够明白 他呼召我做一个忠心的管家 做十大的军兵 做勤劳的农夫 做这个 做那个 我都还可以明白 怎么可能叫我们成为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所以以赛亚书43章第7节 他说凡成为我名下的子民 是我为了自己的荣耀 所创造的 所造作的 所做成的 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 然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人 你们是为了我的荣耀而被造的 不仅仅是被创造 也是被制造 也是被制作 为的是叫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 就是成为他荣耀的发表 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比当福音的使者 ambassador of gospel 只是传传福音 或者活福音 弟兄姊妹 我们不光是传 我们是要活 成为福音的使者 你看大使 ambassador是代表国家的 因为代表国家 你要有判断能力 你要知道国家的厉害 国家的priority 你需要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 神叫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 他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 这是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 我刚刚跟英文主去讲到 我说我跟你们讲了一个 是这个矽谷基督徒聚会 刚刚开工成立十年以后 不到十年 好多年以后 我才敢讲的题目 是我进了中国十年以后 才敢讲的题目 叫做意象跟使命 所以你们回家 去考考你的孩子 什么叫意象和使命 你就晓得 你们现在的孩子们 听这样子的道能听多少 但是这个信息 对他们真的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我只能够用 比较他们能够了解的方式 先告诉他们 什么叫意象 什么叫使命 我们的意象使命是什么 其他细节还没空讲 时间已经到了 我的嗓子也哑了 但是弟兄姊妹 在我跟他们讲的时候 我每次讲到这个 我都很激动 教会是基督的发表 教会只有一个成分 就是基督 就像夏娃 只有一个成分 就是亚当 他是从他骨中骨 热中热 取出来的一块热骨 造成了夏娃 讲到教会只有一个成分 就是基督 教会里面 如果不要说 不是以基督为中心 不是让主居首 为不叫教会 教会任何的内容 如果不是基督 通通不能够归在教会里面 在我们个人家庭教会 都是这样 神把他的整个的祝福 永远的旨意 都放在他儿子 耶稣基督的身上 而今天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的生命 成为我们的道路 他成为我们一切的真理 所有我们整个的人生 生活事奉严行 都在基督耶稣里面 我们今天成为他的见证人 他要透过我们 被彰显出来 今天教会在地上 最大的使命 就是彰显元首 因为头跟身体是一个的 我在那边举例子 我说我绝对不会讲 指的Kevin 我说Kevin 你的头真帅 对不对 没有人会这样讲 那么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He is the head of the body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这两个是一个 所以今天人看见教会 应该是看见基督的 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 把他给表明出来 我们都不知道 神是怎样的神 因为神是个灵 看不出来 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人听见他讲道 人看见他行事 人看见他行神机 人看见他在很细微的 小事情上 怎样对待人 人体会到神 原来是这样子的神 我刚刚就跟他们举个例子 一个长大麻风的人 你知道在以色列里面 长大麻风是很可怕的事情 他不光是很痛苦 肉身痛苦 约伯说他是以离土为一 因为满身龙雪 穿灰尘吹上来 就连上来了 他是以尘土为一的 你看你们今天穿各式各样 颜色的衣服 约伯是以尘土为一 因为都是雪龙 那个呱呱 那个大麻风是很可怕的事情 传染性也很强 而他最大的痛苦 还不是他肉身的痛苦 是被人平气 关到城外 与世隔绝 任何人 只要有人经过 他都要喊说 我是大麻风 就叫你要离远一点 不要靠近我 那个心灵的创伤 至尊的人格 各方面的这个 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你看大麻风人都远离他 但是这个大麻风 居然敢来到耶稣面前 你就晓得耶稣多 accepting people 他对人是这样子的接纳 他不拦阻罪人 双击到他面前 不拦阻小孩到他面前 而且这个人不仅仅来说 他说 主啊 如果你若肯 必能叫我洁净 耶稣还用手去摸他 说我肯 那这个一摸 那是一个爱的touch 是能力的touch 是生命的touch 丢子妹 你从很多的小事情上 圣经的记载 让我们知道神是怎样的神 那我说 今天人也看不到基督 对不对 他已经复活 升天到父那里去了 人怎么样子认识 我们所信的神呢 人怎么样子认识 耶稣基督呢 就是借着教会 Where are you 没有人见过神 父怀里的独生者 把他表明出来 没有人见过Christ 除了两千年前的人 但是今天人怎么认识基督 怎么认识神 就是借着你 借着我 这叫做成为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所以教会在地上的使命 实在不是只是 神儿你们聚一聚而已 所以我刚刚特别 跟年轻的孩子们讲 我说后现代的文化 就叫你们光只注重 自己的需要 自己的满足 自己的享受 自己的什么 我说正好跟教会是相反 神家里面没有个人主义 你们现在看好莱坞电影 全都是英雄主义 个人主义 多少警察都打不死的坏人 要等到那个hero 阿诺来了 或是谁来了 007来了 全部解决 所有的警察 全部都是笨蛋 这就是好莱坞 这就是现代的文化 这是抬高你 抬高你 我自我的满足 我的需要 你的worship 我喜不喜欢 全都是后现代文化的 思维方式 跟生活方式 我说来到神家 这些都要被打掉的 教会才可能彰显基督的丰满 各位姊妹 我们今天在这里 神把我们摆在教会里面 这是一件大事情 我刚才也跟他们举了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其实最早 是李弟兄用的 当然他不是像我这样子 举Number这个例子 假装我现在有一个 很大的container 玻璃的container 大的容器在这里 有一百加仑的一个大桶 在这里 装水可以装到一百加仑 然后你现在拿一个大铁锤 把它打几锤以后 全部变成一千片碎片在地上 然后你每一片都去装水 然后倒在另外一个 没有被打破的一百加仑的 这个container里面 你每一片装完以后倒完 然后另外一片装水倒进去 请问这样一千片所装的水 跟这一百加仑 完整的一百加仑所装的水 能不能相比 没得比的 你这样一片一片装 你最多装个十加仑 已经不错了 可是如果我们 We are one 我们真的是 oneness 在主的面前是同心的 真的是一的见证 你知道教会在这里 彰显基督的丰富 那个丰富是大的 所以神不要个人彰显基督 你不要误会 神不是不要 那个还不是最能满足神的 不过是你个人的得胜 神要得到的是教会的得胜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 一起做门徒训练 我们需要在主面前祷告 不光为自己求恩典 要为我们整个同伴求恩典 要为整个教会求恩典 而且我们将来心要能够大到 为神的国度求恩典 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面前 真的是教会 不仅仅站在这个蒙恩的地位 承受元首所有的丰富 让贵重的油 从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 流到衣巾 我们享受它一切的丰富 而且教会能够在这里彰显 基督的丰富和丰满 所以我们今天讲道成肉身 那我现在先很快 道成肉身到底是指的什么 道成肉身的重要到底是什么 道成肉身是指神 透过人被彰显出来 是神荣耀的发表 是最真实的得胜 也是仇敌所最怕的见证 仇敌最怕的是道成肉身 他不怕你讲道 他不怕你大有恩赐 他不怕你工作很有果效 他最怕的就是道成肉身 所以老约翰说 一切的灵不可以都信 必须要认耶稣基督 是道成肉身的 我们才能够接受 所以弟兄姊妹 你知道仇敌很怕道成肉身 所以为什么撒旦 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 一直跟他说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 就叫石头变成饼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 就从垫顶上跳下来 他一直要把耶稣带回到 神儿子的地位 因为耶稣如果是在神性上 得胜他的话 撒旦说那你是神 你当然得胜 那有什么了不起 就跟全王阿里 跟一个一岁的男孩 打架打赢 没有人会给阿里鼓掌的 神口中的气都可以废掉他 但是耶稣基督却穿上人性 站在人子的地位 在最软弱的人的角色上 他完全得胜 所以撒旦非常怕道成肉身 主耶稣回答他 都说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而是靠神 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对不对 主耶稣都回到人性的角度 来回答他 这个叫做在肉身中 所以是through body 透过身体来彰显神 这叫做道成肉身 不是in bodily form in bodily form 有的时候你是苦行真 也可以做得到 你看修身 养性 刻苦 以前有人说 我在基督徒的杂志 还是书上看到 他说买了雨伞 还觉得不安 太舒服了 所以在雨伞上还找一个洞 遮掉大部分的雨就好了 但是还是要淋一点 睡觉不敢用枕头 因为他说主耶稣睡觉也没枕头 圣经上是说人子没有正守的地方 不是没有枕头 那么他自己独成没有枕头 所以他在睡觉不敢用枕头 刻苦耐劳 去买菜的时候 都要去买烂掉的菜根 鱼都要挑新鲜的 他要挑有一点臭味的 因为他觉得为主受苦 主不要这种东西 不是在肉身中 攻克己身来好像敬钱 而是神的生命透过身体出来 这个叫做道成肉身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是through body 我们现在很快看一下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在他身上到底是什么 他这个伟大的意义和使命 最后我们要讲到 跟我有什么关系 跟我们所在的教会有什么关系 我很快地讲一下 因为这是我从前讲过的信息 在基础神学也讲过 我主要是根据西伯来书里面 所记载的 当然配上一点别的经文 讲到基督道成肉身 有五件很重大的事情 第一个 他是在肉身中彰显神的荣耀 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只有父怀里的独身子 把他表明出来 我刚才讲了 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 第二个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 说到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他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 看见他就如同看见神 第二个 他在肉身中 我特别都讲肉身中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他是在肉身中遵行神的旨意 希伯来书十章六节到七节 他说神啊 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 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 我来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然后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 他说我父啊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你们觉得在肉身中 这几个字重不重要 重要 它真的是很难的事情 因为你如果不是在肉身的里面的话 你光只是有心愿 那个没有太大的价值 谁都有心愿 你看神保罗牧师说他跟西洋教师 到好几十年以前 他们到中国的大西南 苗寨 在穹枪碧囊里面去传福音的时候 他看到这个西洋教师 明明是在美国这么舒服的生活 这么健康的生活习惯 到了中国去以后 完全入乡随属 他都已经惊讶得不得了 他说他们到了一个苗主 他们招待客人 他们的碗是从来不洗的 他们是用舌头填的 吃完了以后就填干净 就放到那边 看到他们是贵宾 还有外国人 还是什么宣教师来 多填两下 然后给他们炒饭 弄菜 拿过来 他就发现 他看到他都不敢吃了 可是西洋来的西洋教师 美国来的西洋教师 那么安静安息的 西洋饭就很甘心地这样吃 他就很感动 很感动 当然你们现在有健康知识 就说不要做渔民 万一有传染病什么 但是你要知道 在身体里面 要能够活出基督 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真的 你可以有很多的心愿 你可以有很多的盼望 你说 大家希望聚会准时啊 有谁是希望 每次聚会 我都喜欢迟到的 有没有人 没有 希望聚会准时的请聚首 都聚首 那聚会每次都准时的请聚首 你看少掉了十分之三了 所以你就晓得 你光有心愿没有用 你说我的心都跟你们一样 我都是找到的 虽然我还没出门 但是我的心跟你们已经开始了 智慧已经开始了 已经剥饼了 我在家阿门就好了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们住在弟兄之家 我们团契是 这个底下是团契聚会 二楼三楼是弟兄之家 那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呢 我们住的房子都很窄 大概比这个剥饼桌子 稍微再宽一点点 然后用那个薄的板子 一间一间隔着 只能够放一张小床 然后一个很小的桌子 大概这么小 就这样子空间 所以我们就住了 楼下住十几个 楼上住十几个 大概住三十个弟兄 那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 有一天不知道去参加 哪一个陪灵会 讲到这个灵修生活的重要 而且早上成根的重要 一定要太阳出来以前 免得马拉化掉 所以他就立了心愿 回来跟我们分享 然后他说 你看我买了一个闹钟 他说我从明天开始 我要起来成根 然后那时候是冬天 早上五点钟 我们全部二楼三楼的人 都听到闹钟在响 然后他买的那种闹钟 是那个方讯 他就是过了二十秒 他停了 然后再停半分钟 再叫 现在每个人都有这个方讯 所以叫到我们 全部人都起来 他没起来 所以一天过去了 两天过去了 后来我们受不了 我们把他叫来 这个弟兄就是 我曾经讲约伯基讲过的 他那年暑假回到家 收到成绩单 一大堆不及格 他当天就把约伯基 读一遍的那个弟兄 很可爱 成绩单不及格 跟约伯基有什么关系 你自己悔改就好了 他就说 他每一次听到闹钟 他说他就想起来 可是那个脚一伸出来 外面冰冰的冬天 然后再一放回去的时候 哇 那个舒服 他就出不来 他就昏了 所以闹钟怎么叫 他就起不来 所以你知道心愿很强 那么有没有行动 也有行动 他买了闹钟了 有没有行动 也有行动 脚伸出来了 但是跟你真正道成肉身 还是有差别 真的很不容易 你们试试看就晓得 我年轻开始 练习成根我的时候 我早上都是要喊 一 二 三 自己蹦一下 滚到地上去 因为你这种挣扎是没有用的 那个被窝太舒服了 所以要透过身体 要能够活出来 那个身体是很难的事情 你说唱诗好了 所有的上吏的 最头痛的一件事情 就是底下人都免开尊口 对不对 你站在这里 明明说请大家一起起来敬拜 你就发现很多人嘴巴不脏 很多人脏也是微微的脏 一点不像歌词讲的 我们敬拜你 我们赞美你 诸天颂扬 无穷之歌 高扬适配 高扬适配 你就是这样唱 你就是有气无力的 来聚会 累累地来 慢慢地来 勉勉强强地来 病病地来 像那个母鸡飞不起来一样 老半天都飞不起来 哪里像老鹰一样 可以长翅上腾 都是等到聚会完了才飞起来 那都散会了 你就发现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疲倦 我们everything都会影响我们这个人 所以有一个弟兄说 他只要一肚子饿 他说你们都离开我远一点 那这时候是我脾气最坏的时候 身体太影响我们 所以你不要以为光有心愿 神的确宝贵我们的心愿 但是神更在乎我们的reality 道成肉身 这是挑战 你看我们去退休会 对不起 我就已经直接讲到生活的实力了 你们出题目的人 生活里面太多了 你看像我们去退休会 你就发现 我从年轻开始就参加退休会 我们都住二三十个人的大桶铺 一进去以后 你就发现一伙人进来 马上就喜欢去抢位子 要抢靠窗边的 要楼下的 然后看看别人 那个更好 他就换过去了 你知道这是人的本性 对不对 人的本性就是找舒服的 可是你却发现 有一些人他进来 他并不是他喜欢睡上面 他自己就是愿意先让别人挑 他把他自己的被子放在旁边 等到大家都挑完了 剩下什么他去弄 那这个是了不起 你不要小看这些小事情 你不要小看这些小事情 所以有人来我们教会 那天我们在开同工退休会的时候 弟兄还提醒我们说 应该要常常跟弟兄姊妹灌输这种观念 不然人家不晓得 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好的传统 不晓得为什么这么做 例如说退休会 我们只收最基本的报名费 是为了让大家能够confirm你会来 那么其他的钱全部是自由奉献 所以有些人就说 别的教会都不是这样子 是根据你住什么房间交什么钱 那种套房式的就应该贵一点 这种平民库 不是平民库 那种大桶仓的 就应该便宜一点 对不对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在这边是这个样子呢 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奉献的钱 是外面五星级旅馆的钱 可是他被安排到那个最小的茅屋 跟着那一群白天不讲话 半夜吼的要死的弟兄住 都在半夜讲话的 弟兄白天不沟通 都是半夜沟通的 跟他们睡 为什么出这么多钱 还去睡这样子的房子 不能明白 弟兄姊妹这是教会的传统 在这里讲道成肉身 在这里讲基督 在这里讲基督 生命真正地活出来 这是挑战 两个人都想吵架 都想骂对方 对不对 你不要以为只有对的人才想骂 不是 只有对的人才想骂 错的人也想骂你 弟兄姊妹在吵架的时候 谁肯先把口关起来 在唱诗的时候 谁肯先开口来唱诗 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都说很懒不想祷告 那弟兄姊妹 你能不能突破自己的软弱 祷告出来 夫妻两个回到家 孩子尿布没换 都累得要死 能不能随去换 这个都需要透过身体的 你光有心愿 你说我爱你 Honey I love you so much Go ahead Change the diaper 对不对 我这么爱你 我爱你到死了 你可以不去帮我换尿布 这个叫做leap service 就是口头上会讲话 所以彼得说 主啊 我永远不会丢弃你 就算众人否定你 我都不会否定你 我就算为你死都可以 等到真摆到那里的时候 马上就吓得 在死女面前都否认主 发作歧视说 我不认得这个人 那种话很伤主的 对不对 你否认就否认 还发作歧视说 我不认得这个人 因为这边你晓得 我们人太不可靠了 要透过身体挑战 挑战 道成肉身 在肉身中彰显神的荣耀 在肉身中遵行神的旨意 所以我进中国的第一次 我曾经跟你们讲过 我是开了眼界的 所以为什么我每一年进去 他们虽然叫我余老师 但是我每次都带着学生的态度 进去学的 因为神在中国真的 那时候有很多很奇妙的作为 我真的在海外 从小在教会长大的 读过这么多属灵的书 圣经也读过这么多遍 在教会讲道讲了这么久了 我到那边去 才被神带到现场去 让你现场学 你们因为有很多新来的 我在跟你们讲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那时候还很紧张 96年 在乡下的地方 我们是坐船进去的 都是要深夜进去 然后清早出来 这种人还没醒的时候就要出来 结果那天清早出来的时候 那个船开开开开 就被海草给卡住了 整个船动弹不了 他们怎么弄 怎么推都出不来 我们四五十个 各地来的同工 在那个小船上面 真的紧张死了 或者送我们的同工 教会领袖 他说弟兄们 我们要迫切祷告 我们就一起同声祷告 祷告祷告 说主啊 施恩啊 主啊 做事 我们怎么祷告 他们怎么戳 就是不出来 然后主这次 突然在我里面有个要求 你站起来 奉耶稣基督的名叫这个船动 你敢不敢叫 你敢不敢叫 不敢叫 我可以开口 我说主 我可以开口祷告 我说主耶稣啊 求你叫船动 那不动是你的事 不是我的事 对不对 我说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叫这个船动 那不动的话 那个丢脸丢到哪里去 我刚刚才跟他们讲完 约书雅基 约书雅大有能力 叫日头止住 月亮止住 然后你现在叫他动 他不动 然后我说主啊 我会不会听错了 我这个人很怕错 我也不喜欢这样子 假传圣旨 我说主万一不是你的 我叫出来 那多丢脸 然后也丢你的脸 可是你知道吗 主就在里面 一直这样要求 我就跟买会所一样 这样子的经历 在日生里面 有过那么几次 但是我不是随便 搅传圣旨 那天主 就是那么清楚地要求 哎呀 我就是顺服不了 然后天就开始微亮了 就开始远处有人来了 你就听到那个领袖急的 他说弟兄们 我们再不动的话 出事了 然后我就跟神讨价还价 我说主啊 在这里有比我年长的同工 跟我进去 我们家的家教是长幼有序 那应该他来叫 你不要叫我嘛 主也不理 然后我说主 那我祷告 那主也不理 你知道吗 那时候挤到一个地步 我后来就真的靠着主的恩典 我说主 那既然你这么做 我就顺服你 我就站起来 我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叫这个船 拆讲完的时候 那个船 突然从海潮里面出来 然后船就出来了 就是同时发生 你知道吗 那个全部人都在感谢主的时候 我的眼泪下来 就像那天彼得说的 我是个罪人 我从来不敢把这件事情 当骄傲讲 因为我在海外 讲了这么多信心的道 我听了这么多信心的道 我读了这么多信心的书 我自己也经历过 神在我身上很多的神迹奇事 可是每次碰到环境的时候 人跟不上去 所以我第二年进去 跟他们做见证的时候 那个教会领袖说 原来是你啊 我就想说一定有什么原因 让神的祷告没有通 那我就认罪吧 他们心目中的于老师 就是信心不够 你知道吗 要身体在肉身中 遵行神的旨意 是很难的 我可以说心愿里面 主啊我相信你无所不能 你创造诸天 这个对你是没有难成的事情 可是要你真将奉主人民宣告的时候 你发现你做不来 但我也劝你们 不要随便做这件事情 真的好不好 因为这是很危险的事 这是很特殊的例子 欧克兰有个韩国教会的女牧师 也就是奉着主民 帮人家赶鬼 那种棍子把人家活活打死 因为鬼老是不出来 她觉得该出来 所以就把人家打死了 新闻爆得很大 二十多年前 弟兄姊妹 道成肉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么第三个 耶稣借着肉身败坏长死权的魔鬼 和他一切的权势 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 他说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特要借着死 败坏那长死权的就是魔鬼 启示录一章十八节 说到 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你要知道 这是耶稣在肉身里面胜过他 我说过耶稣在创世以前 就与父在荣耀里面 祂的荣耀 祂的权能 足足废掉撒登 但是他宁可取得 儒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他自己降杯 一路降杯 然后死在十字架上 他借着死 败坏长死权的 就是魔鬼 就跟这个王位 本来就要传给太子的 但是太子说 我现在愿意放弃 公开 大家来比赛 文武 文字都像古代一样 那谁得到冠冕 谁登宝座 他说我愿意把这个宝座放出来 等到他自己 打败天下英雄好汉 重新登宝座的时候 大家心服口服 因为这是他自己恩来的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 他凡是受过试探 只是他没有犯罪 丢子妹这是不容易的事情 Mike Jordan 听说一天几个小时 要丢几百个上千的球 从各个角度丢球丢球 就希望进去 他的投球率 最多也不够 就是百分之五十 对不对 百分之五六十 或是多少 我不太晓得 对耶稣基督 他不管投一千个 一万个 十万个 一百万个球 他必须 每一球都进 一球都不能不进 你知道这是多大的得胜 凡是受过试探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 讲到死的毒钩就是罪 人为什么会死 因为人犯罪 你只要有罪 死亡就可以扣住你 你进到阴间 就是出不来 但是耶稣基督 没有犯罪 他在十字架上赎罪 然后他带着完美的人性 没有犯罪的生命 为我们下到阴间 整个阴府想留他 阴府想拘禁他 拘禁不了 他穿过死亡 从死亡里面出来 弟兄姊妹他借着死 他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 整个阴府的权势 那天整个瓦解 他从死亡里面起来 弟兄姊妹这是一个 太大的得胜 所以我们真的要很感谢主 他不光救赎我们 他替我们赎罪 他把仇敌都败坏掉了 能够释放那些 一生因怕死而为路夫的人 大得胜 全得胜 第四个 他为我们成为 慈悲忠心的大祭司 希伯来书第二章 十七节到十八节 他说 他凡事要跟他的弟兄相同 为要在神的事上 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 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 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 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那么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 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我加了一个诸斑 因为在原文里面是用附属 所以有中文的翻译就把它加成 我各式各样的软弱 他都能够体恤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 诗恩的宝座前 为要得连续盟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很多的翻译叫做硬时的帮助 就是in time 祭司的帮助 你发现大祭司 祖为什么要成为人性 祂在人性的里面来体会 来体验我们的软弱 祂自己被试探而受苦 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多感谢神 祂非常能够了解我们在试探中 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痛苦 我们的无能 我们的无助 但是祂愿意赐下因时的帮助 成为慈悲中心的大祭司 所以我们祷告 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祂面前 就连你刚刚失败了 你不久前才立志说再也不失败 你刚刚又失败了 我们还是坦然无惧地来到试恩的宝座前 祂能够体恤 祂能够帮助 祂能够把我们所需要的恩典赐给我 第五个成为救恩的元帅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 为万物所本的 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使救他们的元帅 因受苦难得以完全 本是何疑的 他是the captain of our salvation 他要率领种子进荣耀里去 这是神的旨意 神整个的旨意是叫我们不光得救 有一天要把种子带到荣耀里去 今天神的儿子 带着肉身 带着人性 已经先进到荣耀里去了 他是我们的pioneer 他是我们的captain 他是我们的样本 原来人真的可以到神面前去了 原来是神来到人间 他现在带着人性 为我们回到神面前去 让我们知道这条路打通了 听说中国最近长额三号 是不是软灯路 灯路了没有 我都没有空再去follow up这个消息 你看1969年7月20号 美国阿波罗11号 是第一个带着人登陆的 对不对 登陆了以后我们就知道 人是可以到月亮去的 对不对 今天基督为我们 到了父的荣耀里去 让我们知道 原来我们这些败坏的人 不光得救 我们还有得荣耀的盼望 有一天要被带到荣耀里去 所以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 他为我们开了这条路 他带给我们盼望 带给我们把握 直到我们在这条路上 他在这里做captain带领我们 他在这里做pioneer带领我们 有一天他率领种子 进到荣耀里去 不光是doable 是会完成的 是会成就的 他已经进去了 大家有没有问题 比如我讲我们在daily life里面的使用 有没有任何人有问题 我发现讲这种很复杂的问题 很复杂的题目 大家都没问题 我刚刚去问孩子们 讲完以后 我说你们有没有问题 他们一个都没问题 我说我要跟大人讲 所以我在大人这边讲 异象使命的时候 还有很多问题 小朋友到单全收 有没有问题 没有啊 好 我们底下来看 这个道成肉身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我在想我们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刚才讲的这五件事情 有很多是基督独立完成 那是在基督的身上 例如说他是救恩的元帅 那跟我们就无关 对不对 他是慈悲中心的大祭司 那跟我们是无关的 那是基督做的 他凡事体谅 他自己经过 甚至连这个败坏长始权的魔鬼 我们也要得胜 但是那个败坏长始权的魔鬼 这件事情 完全是基督做的 他只是把得胜的权柄 得胜的地位 得胜的能力赐给我们 让我们来支取他的得胜 有份于他的得胜 能够活出他的得胜 但是真正当初的那场征战 那个得胜我们是无份的 完全是基督的 所以在道成肉身 拿到我们生活上的应用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就是回到 最初的这两个点 就是我们怎么样子 能够在肉身中 可以彰显神的荣耀 我们怎么样子 在肉身中 来顺服 来遵行神的旨意 这是道成肉身 在我们今天 我们日常生活 侍奉里面的应用 换句话说 在这里有两件 最重要的事情 一个要叫我们 能够活出主来 让我们的生活 侍奉各方面 能够向主的自己 另外一方面 是希望借着我们 能够把神的旨意 能够通行在我们的身上 在我们的中间 能够把神的祝福 借着我们 能够流通在我们周围 所接触的人事物里面 这是讲的道成肉身 在我们身上 当然在那个 看不见的境界里面 我们今天 所有道成肉身的见证 通通都是会累积起来 就是我们讲的 圣诚信耶路撒冷也好 讲到教会 那个荣耀的教会也好 它都成为 那一个里面的一部分 有一天都要叫仇敌 和拿报仇的 哑口无言 讲到我们所有的得胜 所以在这里 你要讲到 我们要向主 要能够活出主来 所以我提三个事情 第一个 与主的关系上 要能够向主 你跟主的关系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真实 活泼 越来越深入 要操练 常常我们的心转向主 瞻仰主 接受圣灵 在我们身上改变的大能 这句话我主要是根据 哥林多后书 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 那你说到 他们的心 几时归向主 怕子就几时出去了 我们众人 既然敞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反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 变成的 所以你要知道 你要向主 你就要常常归回 转向主 几时心转向主 怕子就出去 我们什么时候亲近神 雅各书四章八节 神就亲近我们 让我们可以敞着脸 来见着主的荣光 你看中国话 常常说夫妻脸 相处很多年以后 居然会长得有点像 不光是外面 更主要也是 里面生命 性格 看法 可能很多地方都很像 但是这个远远远远远超过 因为那个还是从外面来的 这个是从生命里面来的 当主的生命 真的在我们里面 我们跟主的关系 真的是亲密的时候 常常张扬主 亲近他 他说就如同 从主的灵变成的 变成主的形状 这里面可能会发现 因为我们在英文组 得到的一个feedback 就是说他们参加ND 那于世慕昨天在这个 牧长直 对不起 我只是捏他 他怎么会叫成这样 我没有磕成那样子 我磕收声不是那样子的 那个 他说他在英文组参加聚会 特别是Thomas这些孩子们 他们上个礼拜四 在我们家聚会 他们很多人的feedback 都说这个ND 带给他们很大的祝福 带给他们很大的祝福 那我们办公室那天 一起出去吃饭 好几个人讲 今年最感恩的事情的时候 有好几个同工也讲到 今年参加这个新人盟训 给他们带来很大的祝福 那我们听了都很感动 但是在最早期 这些孩子们 刚刚参加ND的时候 有一些回家不肯实行的人 我不晓得我们大人 回家没有好好操练的人 你是不是用同样的理由 他说每一堂课 讲来讲去都一样 早知道了 虽然题目不一样 但是那个 讲来讲去都是 意思就是换汤不换药了 他们只是ABC 不懂这个字 他说讲来讲去都一样 那你还想要听什么 其实本来讲来讲去都一样 因为都回归到 耶稣基督的身上 都回归到我们跟祂的关系上 都回归到 到底我们生命被改变了没有 整个门徒训练 就是为了这个 本来就是这个 你从不同角度讲 你不管从顺服恩高的教训讲 从时间怎么使用 从我们这个 我还讲过很多 你成为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建立稳定的灵修生活 所有的题目 其实绕来绕去 都是让我们生命被改变 让我们跟基督有对的关系 通通都跟基督发生关系 就跟铮石 你从所有的不同角度去看 它可能带来不同的彩色 不同的感受 不同的美丽 可是它都是同一颗钻石 讲来讲去就是它 除了它 你还有什么好讲的 所以你说我们要成为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见证人 你说余地兄 死刑的路 又是要跟主亲近 那跟你建立稳定灵修生活 有什么不一样 确实殊途同归 目的都是为了 让基督改变我们 改变我们的生命 改变我们的关系 我们的生活自然改变 所以其实讲来讲去 我们一直都在 学同样的功课 跟主有第一手 真实 深入 活泼 亲密的关系 讲到我们的生命 需要不断地被主改变 改变 改变 从属土的变成属天的 从属血气的变成属灵的 从属地的变成属主的 属天的 因此神一直在我们身上改变 我现在要问的就是 你不要问我说 这个道跟那个道 有什么不同 而是我想问说 到底我们生命改变了多少 到底我们跟主的关系 改变了多少 所以所有的潮点 都是帮助我们 像打钉子一样 一锤 两锤 三锤 你很少人 一个这么长的钉子 一锤就进去的 总是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我刚刚跟那些孩子们讲 我说你们真的是很lucky 我说现在全世界 最重要的两个语文 英文 中文 你们都会 然后每一次听到可以听两遍 一个Chinese 一个English 我说我也是用钉子做例子 Chinese一锤 English一锤就进去了 我说我们都只听一遍 因为怎么样道要常听 从不同角度听 达到的目的都是跟基督 跟神的儿子 跟神永远止疑发生关系 生命改变了 关系改变了 你我的生活侍奉一定改变 第二个 讲到生命上 道成肉身的真谛和最大的考验 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这是舍己 不再是我的目的 是为了乃是基督 十字架的目的不是苦难 乃是基督 道空不是目的 充满才是目的 拆毁不是目的 建造才是目的 这是神一直工作的法治 是要把积极地给我们 第三个 在使命上 有没有人不知道 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 就是矽谷基督徒聚会 如果有人问你说 你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 有没有人不知道 不知道的请举手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知道的请举手 答案就是最后一行 使命上就是 无论是个人 家庭或教会 盼望都能够成为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因为神的旨意 给我们永远旨意地开启 叫做异象 异象就是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 向我们开启 祂能够吸引我们 并且控制我们一切的生活 侍奉和言行 那么这个意象 这个永远的旨意 讲到基督和教会 基督和教会是我们的意象 我们的使命就是 希望我们个人 家庭或教会 我们盼望都能够成为 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希望我们不要到死了都还在这里 所以这里躺着一个人 盼望成为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多更多的人 真正能够成为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所以在这里提到两件事情 就是我刚才说的 在肉身中彰显神的荣耀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活出基督来 第二个 在肉身中遵行神的旨意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效法基督 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把我们整个身体 当作活祭献给祂 而让我们这一生 能够活着为耶稣 像耶稣 所以光这两件事情 对我们就是很大的挑战 在每一天的生活 每一件事情上 我们不妨停下来问自己 我到底最近活得像不像耶稣 到底我在这件事情上 我的反应 我的处理方式 我到底像不像耶稣 第二个问题就是 合乎神的旨意吗 能够讨神喜悦吗 道成肉身听起来 很高 很大 但是实际上 在我们的生活 是非常实在的 好 我就停在这里 大家有没有问题 所以第二个阶段 我们结束了 下一个阶段开始 我们讲与主的关系 是明年一月初 一月的第二个礼拜开始 大家有没有任何问题 圣经首读以后 因为我刚才讲过 什么叫做异象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所说的异象 就是异象呢 当然很多人对异象 有不同的定义 有人说我的异象 是将来办一个孤儿院 我的异象是希望 当来去做宣教士 我的异象是希望 我将来去参加 做哪一个ministry 我会把那个 当作比较广义的定义了 那是个人的负担 个人的理想 个人的神给他的托付 但是我把异象的定义 弄得比较narrow 比较狭窄 是比较更多 从圣经的旨意 神永远的旨意角度来看 所以我是说 这个异象 说是我们的 我们不敢说是我们的 这是圣经的 说是圣经的 其实又是我们的 所以它是保罗的 也是我们的 它不是保罗的 也不是我们的 因为都不是我们发起的 这不过是圣经上 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 有一天圣灵开了 我们就看到了 就像你打一个比方 今天有人如果帮你 买了一张很贵的票 带你去一个歌剧院 但是不告诉你 这个歌剧院的主题是什么 也不准你问 就带你去了 那么你进了歌剧院以后 人山人海地坐在里面 你就看到整个大舞台上面 一个大的curtain 把它给遮住了 布链子都遮住了 你完全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你也不知道今天主题是什么 等到时间到了 开始 不是当当当当 那个咒月 一咒月了以后 你发现那个curtain开始打开来 打开来以后 你才发现 哎呀 里面这么 设计得这么漂亮 不管是东方剧 西方剧 或是白雪公主 或是 我也不晓得是什么 还有什么剧 可以心仪你们 你打开来以后 发现原来是这个样子 就算是人家已经先告诉你说 今天带你去看什么剧 你可能听说过 你可能 封闻过 或是有一点knowledge 跟你真正打开来看见 那还是不一样 所以圣经就说 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 向我们开了以后 就好像你 从前虽然是封闻 是道理 你现在看到了 这个东西非常吸引我们 而且它会影响 它会控制我们 一切生活事奉和言行 这个意向一定产生 不妥协的使命感 这个使命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为这个意向而活着 就是要成为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因为神整个旨意 集中在基督和教会的身上 基督已经做成了 祂回到父那里去了 但是基督的身体 今天在教会 所以我们在这里 承受援手所有的祝福 我们在这里彰显 祂所有的丰富 这是教会今天在地上 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唱一首诗歌结束 278首好不好 短诗 你们没有弄的话 就弄诗歌本好了 278首 但愿耶稣的美丽 从我显现 这是我父母亲结婚的时候 人家唱给他们听 他们两个也自己唱 他们结婚了71周年 我们还要他们唱 那么后来母亲走了 这条歌我们从小就在家里面 跟着大家都会唱 但愿耶稣的美丽 从我们里面显现 好不好 我再插开来 对不起 我从小羡慕弹琴 家里面很穷 没有机会学琴 我甚至连人家带我们家来 拿着吉他 好酷那样子 我都好羡慕 那天 因为我们家没有琴 我从小没有琴 就站在旁边 看人家学钢琴 有一次在我们家聚会 有一个姊妹 弹完吉他 放在旁边 我说借我一下 然后我就故意 把脚举起来 抱在那里 有知识 有样子 没有道成肉身 中间需要经过死而复活 对不对 需要经过神的工作 十字架的工作 你才能道成肉身 不是你光有心愿就可以的 它是一个process 它是神工作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现在 我就很羡慕他们 那样子 阿弥陀佛 耶稣的美丽 从我显现 耶稣所有情节温柔与甘甜 求你用你顺利 前来点我心情 是指耶稣的美丽 从我显现 但愿耶稣的美丽 从我显现 耶稣所有情节温柔与甘甜 求你用你顺利 前来点我心情 是指耶稣的美丽 从我显现 主啊 这不仅仅是我们这一生的祷告 主 这也是我们在你面前 最要感恩的事情 你不仅仅爱我们 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 让我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主啊 你更是把一个 这么荣耀的使命 和托付赐给了我们 你不仅仅让我们里面 得着了永远的生命 这个生命居然要透过 我们这个败坏的人 这个无用的人 这个属土的瓦器 能够来彰显出你的荣耀和能力来 主啊 我们为了这一切 我们献上感谢 吸引我们 激励我们 呼召我们 让我们真是为了这个荣耀的身份 和使命而活着 不管你把我们摆在哪里 不管我们目前的处境是什么 不管我们在人生的哪一个台阶上 让我们在各处能够显扬 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新乡之气 主啊 祝福我们 让我们个人 家庭 教会 都能够成为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让我们能够在肉身中 效仿你的榜样 在肉身中来彰显你的荣耀 也在肉身中来遵循父的旨意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保守我们众人 在睡末尽出的时候 能够平安 也让我们跟家人相处的时候 能够越来越像耶稣 越来越流露耶稣 也越来越把神的旨意 能够带到我们个人 家庭和教会里面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您的祷告 感谢您的祷告 感谢您的祷告